而蔡英文透露 先前志愿不是当总统 而是要当中研院士 口号喊得热情 却不激情 蔡英文最后一个后援会 就是台下这群200多位教授成军 适时请蔡英文进入总统府 不过蔡英文透露 她小时候志愿 可不是要当总统的 我的心愿 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再来的感官 有一天可以做中研院院士 台上十位中研院院士 成了蔡英文后盾 上市前金管会主委胡胜正 还是台独大佬彭明敏的弟弟彭明聪 都是院士级教授 蔡英文的教授姐夫刘景天 躲避镜头低调出席 意外被捕捉 现场教授有人有小鹰脸 她是前卫生处长李明亮的夫人 发型还有那个 很多人这样说 有人会认错吗 好多人认错 学术界后援会 期待成为吸引社会中间 知识分子的一股力量 而蔡英文自己 有没有评估票数 我们有自己的股票了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稳扎稳打 我们觉得我们有胜算 据了解 绿营内部评估 蔡英文在云林引南 必须要有大胜对手70万的实力 才能补回北台湾落后票数 最后关键决战中台湾 但选及20天 副手苏家全挂病后 令氏选销公开行程 最后时刻选及紧绷 谁都不能大意 TVB新闻 李国贤林秉宜 台北报